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莫琴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阿黎的套路玩法和基础 首先呢,阿黎这个英雄,我们先介绍一下 基本上这个玩法,就是基本两个减速装 做完就可以把节奏带飞起来 玩这个英雄需要熟练一下捕刀技巧 特别是前期兑现的时候 五级Q呢,可以收掉后排兵 就是说你的Q技能,你需要升到五级 你一个Q,才可以收掉后排兵 只要有人担待呢 就是我们这个打法,先放一个刷身爱影 然后随便叫个队友 然后我们有好多减速,对手根本跑不掉 对线期呢,不能打架 然后呢,就是我们打团的时候 基本上是异到谁谁死 异到后迎接对手的就是超强的无限减速与控制链 三段二,对手根本跑不掉 抓人,看他能力超强 随便出去一趟就能混到 杀人书就能混到20层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玩 阿黎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要出杀人书的 特别是中后期,两个减速装备一出 就比如说敌方这种暴女这样的英雄 暴女他的保命能力其实相对来说还不错 但是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打法的阿黎面前 他照样跑不掉 先减速三段二一追,再追他根本没法跑 他就算有闪也没也没有作用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打法的阿黎 然后我们进入 进入我们的基础教学 第一个,首先呢,佛文 阿黎的套路佛文解析 第一个,启迪 主系选择启迪里边的冰川增幅 对敌人,英雄发起第一次攻击带有减速效果 用主动型装备减速 用主动型装备减速装备 命中敌人会发出一道冻结射线 减速敌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 就比如说,敌方这个瞎子 我们核心装备是两个减速之方 一个双身暗影,一个冰枪 距离远的话,距离较远先放双身暗影 减速到它之后 然后这里的话会发射一道冻结射线 再次减速 然后这里的话,虾子它虽然摸眼了 但是它照样被减速,它跑不掉 然后我们再R传墙 再将虾子收掉 同样,这个纳美同样如此 冰枪继续把它减速 并且冰枪它是有一定伤害 它就是范围比较短 所以的话距离远先用双身暗影 距离近,那你就优先用冰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讲 冰川增幅点完点神奇之邪 然后10分钟获得免费鞋子 每次击杀或者助攻都会提前30秒到来 就比如说你10分钟 你杀了两个人 那么就他会在9分钟来 或者是杀一个人加一个助攻也是9分钟来 如果当然你如果杀5 杀5个人 但是他是5个不同的人 大家明白吗 不不不 他不是5个不同的人 他只要就是有击杀或者助攻都会提前30秒 然后是小兵驱织器 秒杀线上小兵 击杀可以永久提升对该类型的小兵的额外伤害 这个小兵驱织器就是补炮车 基本上你的小兵驱织器CD好了 有一个炮车你补一个就行 然后呢像前排兵 如果你感觉你漏了 你补不到他 你可以也可以用这个驱织器去补前排兵 后排兵同样如此 这个不需要多说 我们这里 然后最后是新界洞悉 新界洞悉就比较重要了 也是这个打法的一个小核心符文 他呢就是减5%冷却缩减 减CD码很好用 然后再加5%最大冷却缩减 每个英雄啊 他的最大冷却缩减只有40% 但是你点了这个新界东西 他可以加到45% 然后呢就是加5%召唤师技能冷却缩减 也就是说你的点燃和闪现 或者是你带的进化 或者是传送都会减少5%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加5%的这个装备冷却缩减 因为我们是有用双生暗影和冰枪的 所以的话这个加5%冷却缩减 其实就挺合适的 然后呢是负血 负血的话选择主宰 主宰里面的恶意中伤 对移动对移动或行动受损的敌方英雄 造成额外真实伤害啊 我们有很多减速 甚至还有控制魅惑等等什么的 平A也有啊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触发这个效果 来对对手造成真实伤害 然后就是终极猎人 独特的参与击杀会永久的为技能提供冷却缩减 什么是独特的参与击杀 就是说对面5个人 对吧 5个人你需要把他们5个人都杀一次 或者是杀他们你有你有助攻 然后就会给你一层 杀5个人就是给5层 也就是5% 大招的冷却缩减 然后呢是小符文 小符文这里的话 首先呢第一个是1到10冷却缩减 这个是等级 就是说你到18级 他会才会给满你10%的冷却缩减 我们的冰枪加双深暗影 然后再加这个小符文的10%冷却缩减 再加新界东西的5% 这样的话是可以是就直接到45%的冷却缩减 大家明白吗 就是说你的CD满了你之后你的R什么的技能 伤害CD都会很快 然后呢接下来是灵活加9摄影之力 摄影之力呢就是说你出的法强装备 他会给你转换成法强 你如果出的AD装备 他会给你换成攻击力 然后最后是防御15到90生命值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图 对就是这个 这个是符文图 符文增幅神奇之邪 然后小兵去之气 然后 然后新界东西 然后呢是主宰 恶意重伤终极猎人 然后进攻灵活防御 OK符文的话我们就说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说 下个点高顺利玩法出装 首先呢第一个 多蓝戒加两红 这个是出门装 不用多说 不用多说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第二个 太乙精魄 这里的话就是出装顺序 先做太乙精魄 为什么呢 很多同学就是习惯性的觉得 按摩法点减CD比较好 但是呢 狐狸这个英雄啊 他前期是非常缺蓝的 你怎么说呢 你哪怕你CD再快 但是你放几个技能就没有蓝了 所以的话 这个减CD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相对来说 太乙精魄更好一些 太乙精魄 大家知道是什么装备吧 就是加移速的那个 加法强 加移速的那个 850 对就是合称 呃 无 标的那个装备 呃 850 然后 然后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加移速 所以的话 我们支援或者是回程上限 呃 都会加移速 这样的话 使我们就是前期啊 不会 呃 比如说 呃 不会少多了 不会多了几个兵 或者是少吃一些经验 没有吧 所以加移速更好一些 然后再是才是恶魔法典 减 加10%CD 然后呢 合成刷伤暗影 没有吧 然后呢 刷伤暗影做完 呃 过程中 如果你有350 你没 你 买不下东西 鞋子不能买 鞋子10分钟之前是 呃 不能 他会自动给你 你也不用买 然后呢 你可以买个黑暗封印 黑暗封印 杀人戒指 知道吧 然后之后呢 那我们合杀人书 然后之后就是遗师的章节 先做遗师的章节 当然你有1300 你做遗师的章节 你没有的话 呃 我们就先做科技左轮枪 然后这两个装备 最后合成冰枪 冰枪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做法穿鞋 呃 法穿鞋做完之后 做帽子 杀人书 呃 当然是这两个 减速装做完之后 再做法穿鞋 当然你钱多的话 你可以先做杀人书 因为杀人书出来之后 他这两个减速装呃 配合杀人书 而且狐狐狸有三段啊 他几乎死不掉 而且杀人书是很容易混到25层的 真的很简单 大家下车可以试一下 然后之后呢 是帽子加鬼书 呃 鬼书 对面就是回复能力比较多的 你可以先不做帽子 先做鬼书 当然正常情况下 我们有杀人书 再做个帽子 那法强加成 真的是会跌得很高很高 没吧 但是对面肉很多的话 你可以再做个法穿棒 当然这里的话 法穿棒和帽子 二选一 鬼书的话 相对来说 其实更重要一些 这个是装备 装备其实也挺简单的 这里的话 就是也没有说什么情况下 特定必须要做哪件 就是要换成其他装备 呃 这里再说一下吧 装备再说一下 就是 如果对面有舌头人 鱼人 安妮这种强开型的英雄 那么我们可以 在两个减速装做完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 女妖面纱 呃 这个装备就是 对面 他不会强开你 空到你直接把你秒掉 但是其实一般都不是很需要 因为狐狸 他的机动性什么的 真的超强 一般都不需要 嗯 我也没试过 但是感觉很多时候 可以这样做一下 大家如果就是 面临就对手威胁很大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做一下 嗯 然后装备这里的话 我们说一下 首先呢 说一下冰枪 嗯 冰枪 它是有抬手动作的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里从头说一下 首先呢 距离差不多 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放这个双身暗影了 但是你也别离太远啊 你别说你在中路呢 你想要抓下 你就先放一个 那这样的话 他在在小龙这里 他几乎就要没有了 它是有范围的 哎 这里面给大家指出来 我在地图上面指一下 这个范围啊 基本上是这么 这么远 知道吧 范围这么大 就是 呃 地图的四分之一左右吧 呃 大家下去 玩的时候看一下就行 然后这里感觉差不多 直接放双身暗影 啊 对 然后追上它 然后减速 减速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像这种 人家就是看到你的情况下 人家会躲你的技能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要直接放异 哎 我们可以先放了一个冰枪 大家看到没 这个纳美他有走位 他以为我们要放技能 要放异技能 控制他秒杀他 但是我们其实是放冰枪的 把他走位也骗了 然后再放其他技能 哎 如果他血还多 我们还有异也可以再杀他 嗯 OK 我们这里再再往回说一下啊 这个冰枪呢 他是有抬手动作的 没有吗 这样的话 对手他就会以为 我们是要放异技能 或者是Q什么的技能 我们再看一下啊 抬手动作 对 这个是抬手动作 看到没有 这样的话 那每他看到我们的抬手动作 他就会自然而然走位 这样的话 就我们干客人的时候 对吧 我们干客人的时候 对手都他都会夺我们技能 那我们就先不放技能 先给他减速 或者先放W 哎 把他那个位移技能 或者是骗他走位 然后在他没有办法走位的时候 或者把他位移技能骗出来 再上去 啊 再控制他 把他杀掉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的技能命中率 成功率会高很多很多 然后再看下一个 这里的话需要注意的 呃 就是说 冰枪可以收线 我们的Q技能到五级 可以收掉后排冰 对吧 但是呢 呃 收不掉前排冰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电一下前排冰的上海 再用冰枪 来收掉这些冰 然后呢 是这个 但是呢 冰枪 它是会被小冰挡到的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 R上去之后想要减速 但是如果这里有敌方的小冰或者野怪 大家看到没有 会把这个冰枪的这个 呃 冰冰锥给挡住 这样的话就减速不到对手了 大家发现没有 所以我们玩的时候要注意 不能就是 呃 被挡住 ok 然后我们再说下一个点 第三个 防干客视野重点位置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玩狐狸的话 你做不好防防干客 那么你前期对线可能就直接崩了 那么你之后 就会一直被压得很惨 首先第一个 前期压线 视野一定要做到陆口位置 或者是合到 呃 小丑草丛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如果压线的话 你的视野一定要做远一点 不要做到 呃 呃 很近的地方 没有 不要做到就是中路旁边的河道草里 一定要做远一点 要做到陆口位置 或者是河道 这个位置 这河 河道这里的依托小草这里 做远一些 否则的话 你狐狸压线的话 你只做到这里 那你很容易被人家打野绕后 没有 你被人家绕后 狐狸他的异技能虽然是魅惑 但是 你就算魅惑住对手 人家还是朝着你走的 你还是会被打 还是会被杀 对吧 所以 一定要做远一些 一定要不要被绕后 被绕后 很容易死 这里的话 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这里的一坨小草里边 然后做远一点 然后不要被绕后 刚才好像没切过来 然后第二个 被压线 你已经做到中路河道草丛里 被压线的话 你肯定没法做得很远 对吧 那么你就插到河道草丛里就行 或者是说插到自家野区路口那里 然后第三个 针眼有闲钱必须买 插在河道 一小坨草丛里 这个也是 针眼可以一直存放在那里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被绕后 然后第四个 敌方隐身打野英雄 比如说老鼠啊 小丑等则坐在敌方红buff外草丛 这个是开局做的 他们家是个老鼠 是个小丑这种 那么他二级很有可能直接隐身过来抓中 那像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要插到河道那里 你插河道那里没有用 人家隐身直接就越过你的视野过来抓你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在开局的时候 在他的buff刷新之快刷新之前 给他的红buff 就是外面那个路口那里 就直接那个红buff外面草丛里 我们这里标一下啊 就是这里 知道吧 鼠标指针指到这里 给这里插个眼睛 然后呢 他这种英雄他打完红 他想要过来直接抓你中 我们的视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他就抓不死你 如果你不插的话 他比如说我们兑现 我们在这里吧 那么他就会在这里 他就等你 他等你上就是上去 哎那个小兵残血的时候 直接就配合他的队友上来杀你 你很多时候你交闪都没有用 退一万 退一万不讲 你死不掉 你也会给他打得很残 你对线就没法打了 没有吧 OK 然后 下个 第五个 烈士视野坐在几方野区通往河道草丛路口 烈士的情况下视野的话肯定要做防守野 坐在我方野区就是那个路口处 防防止对面就是绕后抓我们或者是进入我们的野区 然后第七个不确定对手位置时站位要靠近几方视野处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这里啊 我们将这个眼睛就比如说我们这里压线了 对吧 我们要将眼睛就尽量插到这种路口处 这样的话敌方打野 啊 他从这边走过来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个眼睛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可能从下野区 下野区就是过来抓我们 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他 然后呢 我们这里不确定我们刚才说的最后一个点 不确定敌方打野位置时 那么我们就贴近自己的视野这边 就比如说是下下河道这里 你贴到这里 他如果他在上面 他从河道过来 或者是他绕后过来 我们贴着这边可以第一时间往下面走 他抓不到我们 对吧 他如果从下面过来 我们的视野可以很就是很早的就是发现他 让我们直接撤回或者往上面走都可以 哎 防止被抓死 然后第二个 这里再看一下 我这里好像简单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啊 我们这边有视野 我们这边有视野 然后我们贴着这边 敌方打野他想要从上面过来抓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从这边赶撤退 他呢也很难就是对 就是抓得到我们 6G以后其实更不怕被抓了 而且还很容易反杀对手 因为像魅惑这种技能就是跟寡妇一样 基本上你能控到他对手就很难就活下来 然后呢 我们再说下一个 哦 我们这个第六个确定对手位置则视野坐在对手的必经之路上 这个刚才没有说 呃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我们就是看见对面打野在上路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视野要坐在哪里肯定是上河道 对吧 路口处 哪个地方呢 我们就比如说敌方打野他在上 那么我们应该把视野坐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 这个位置 呃就是 我们的看一下能不能切过来 在下面吧 敌方打野在下面 那么我们的这个视野就应该坐在这里 知道吗 在这里 这样的话他从小道或者是从这里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 当然呃这里说的是自己是红色方 如果你是蓝蓝色方的话 你坐在这里会被人家直接 这凯影这种英雄会从这边绕过来 从我们家野区小道绕过来 呃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就行 然后第四个我们说第四个点 装备技能配合呃队友标记 第一线上压力大啊对手压力对手压线时 标记队友请求支援信号 这个呢就是你线上就是打不过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机会很好我们要杀他 但是我们杀还不够 大家在附近啊我们就打请求支援的信号 第二个 游走支援时标记正在路上的信号 这个你比如说要抓 但是在队友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 最好这样打 不然的话队友状态差 你直接打个标记 他可能没看你位置直接上 他很容易死掉 然后等他死了 他才发现你还没到呢 然后第三个按住奥特键 呃鼠标左键点击展示 减速装备和就是与队友 配合杀敌 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标记装备 就比如说啊 我们这里要打团 对吧 我们这里要打团队友 他总是不团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呢 按住奥特键 然后比如说啊 按住奥特键 然后左键点击我们的这个减速装备 这里就会显示出来 或者是呃自己的技能 R技能啊 E技能啊 打团都很很有效很有力 然后像这种 就比如说我们要杀这种卡牌 对吧 但是我们个人伤害可能不太够 那么我们刚好看见我们的打野在附近 那就直接给队友打标记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信号啊 或者是正在路上的信号 让队友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呢 我们这里直接啊 使用双生暗影 使用双生暗影 双生暗影移速是比较快的 正常情况下都可以追到对手 除非对手移速超快 呃 这里的话直接减速 然后队友先到 这个时候我们再上来 呃 直接打一套 将这个卡牌 就可以杀掉了 然后又比如说我们要推塔 对吧 就点这个 请求支援这个信号 或者是正在路上的信号 队友他一般都能都能听到 然后下一个 第四个 没有作战能力时 按住out键 左击点击血条 蓝条大招等 并打出危险信号 警示队友撤退 就是说你没有蓝了 你就不要 红里正英雄没有蓝 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看着不能打 你就直接就点撤退信号和危险信号 让队友撤 然后再给在out键点到自己的蓝条 或者是 呃 血量上面 然后给队友展示一下 别让队友再打了 第五个 需要队友帮忙清线时标记协助我的信号 呃 这个的话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 这个可以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呃 获得很多好处吧 比如说 呃 也可以让我们少死 这个之后我们再细讲 然后第五个点 经典意识小技巧 第一 无法击杀敌人时养成卡士也的习惯 这个卡士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之后的话会在干客 就是在就是游走干客那节课会给大家细讲 第二个猜猜对手心里计算放技能的时机 这个的话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石头人这种英雄 我们很多时候不可能就是光跟他保持足够远的距离 就够了 我们很多时候还要就是呃 上去跟他打 然后用R或用闪现把他的大招语骗出来 然后才能打赢这个团 这个的话要频繁计算对手 他就是放技能的时机 然后第三个队友帮忙干客 就是机会不好时要学会演戏 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卡士也 我们这里先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呃 队友在这里拿先锋 但是敌方卡他钉在这里 那很明显他在这里他想打蓝 那么首先第一个应该卡的视野 就是先不要露面 你先露面的话 人家这个状态人家肯定跑了 对吧 呃 换成谁谁都跑 所以这这里的话 我们就先站到这里不动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第二个点 计算就或者是 对手放技能的时机 我们看一下 卡拉丁这里刚交完R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上来杀他的时机 呃 他这里没有R 我们直接闪现 然后冰枪减速 然后 这里的话 把卡拉丁收掉 我们这里从从头说一下 首先呢 先站在这里 不露面 这里的话 那没有打这个 我们往这边站点 不要被扫到 然后卡拉丁这里 还是没有发现 我们他交完R 然后直接减速1 然后收掉 这里老鼠来了 但是呢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技能 对吧 如果你上去强行要跟他抢这个蓝 那么 我们不仅就是 可能抢不到 根本抢不到 因为我们技能CD嘛 而且还可能 很有可能被老鼠点死 像后期的老鼠杀还是特别高的 所以我们这应该先撤一步 呃 老鼠这里看见我们撤了 那么他就会 呃 放肆一点 对吧 他敢靠前一点 但是我们 石头这里 因为他之前是从这里走过来 老鼠第一时间没看到 然后石头R中坦 我们再把蓝buff收掉 和老鼠的人头收掉 像这种都是 一定要养成这种卡视野的技巧 我们这里 然后再看一下 第三个点演戏啊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的皇子在草里蹲着 对吧 但很多同学就看到 打野过来就非要 就直接上去跟人家打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么多小兵 哎 而且我们是四级 你如果强行跟这个卡牌打 我们是不是会掉很多血啊 而且的话 我们跟他硬打 他也不会靠前 那么 我们在这里一直打 皇子到时候他出来了 哎 卡牌可以定时间看到 他是不是 啊 人家卡牌看到 是不是直接就跑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就假装就队友没有过来 要会演戏 哎 然后这个卡牌啊 他觉得没有打野在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再等 再找机会 再找卡牌靠近这边的时候 啊 我们家打野的时候 或者是说 他来插眼的时候 哎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上来 哎 再杀他就可以了 这也的话 有一个点啊 就是说 狐狸的异技能 是比较慢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应该闪现 但是没有闪现 这也就没有 没有比较好的办法 会有异技能 飘得比较慢 而且也没有以前 那么长被砍过 因为以前那么长 实在是太变态了 所以的话 我们就要用这个打法了 这个打法 目前已经是 韩服的主流打法 已经登顶T1了 在T1中单 而且的话 胜率还是蛮高的 跟卡拉丁差不多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 阿黎前期较弱 视野一定要做好 第二 养成标志信号的习惯 可以更好的与队友配合 然后作业 我们说一下 第一节课作业 使用阿黎这套打法 练习 在实战里面 练习五场 人机的话不算 你最次也得是 匹配里面练五把 然后我们第一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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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ior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